记者政委齐台北报导,明日就是大年初一,国道车流主要以短途出游旅次为主,全天车流量预估125百万车公里,西部国道主要还是上武南下车流较多,国武南下预计上武高程在结束后会涌现一波旅游车潮,傍晚至深夜则会出现许多要返回台北的车流。 明日高工局预估将有六处重点拥塞路段,新车时间会是平常的三倍至六倍,行驶时间需多花16分钟至75分钟,包含上午9点至下午1点国义南下湖口,新竹系统,上午9点至下午2点彰化系统,浦岩系统,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国三南下英格系统,关机,上午9点至中午12点的快关,南投。 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国武南下南港系统至平临,下午4点至晚间11点国武北上偷尘至平临,另外下午国以南下三亿台中系统,郭三月里大驾也可能发生拥塞情况。 大年初二民众准备回娘家 这天也是高工局预估春节期间,南下交通量最大的一天,南下预估有74百万车公里,全线车流量达142百万车公里。 大年初三因为有出油夹杂北返车潮,虽然单上车流量都不是最大的一天,但全线车流量预期会是春节最多。 目前预估全天145百万车公里,大年初四依照往例,会是北返车潮最大量,下午3点至晚间10点西部国道重点路段都会相当拥塞。 高工局目前预估北上车流量将达80百万车公里,全线140百万车公里。 高工局表示,民众初三,初四北返可多利用高程载管制时段上路,或是多等一天初五上午再准备北返,新车可较顺畅不拥塞。